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这个道场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往后我在这个摄影棚里面讲经 在大众讲堂里面 我都让给学生们去讲 帮助他们 把他们带起来 如果是同学们有问题来问我 解答问题可以 这个不定的时间 有问题汇集起来 我跟你们见面 为你们解答 那么今天这边有一位澳洲的同学 他提出有几个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我们大家了 都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问题 修苦行 对臣服有帮助吗 有帮助 特别是在初心 所以释迦牟尼佛视线的就是苦行 佛教导我们 以苦为私 以戒为私 如果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修佛 不能够延迟戒律 不能够吃苦 他就肯定不能成就 在佛法修学呢 这是几个月 中一个原因 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 这样的情形 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一位同学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就是这种心态来说福 所以学了无量节了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虽然是你的善根福得很深厚 你还是成不了 你还是免不了有道轮回 你还是免不了受苦受难 如果你就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真正相信佛的教会 听从佛的教会 整干 你这一生肯定成就 原因是什么呢 是你过去生中 有深厚的善根 这一生中 你只要一发心 就得祝福护念 三宝为神加持 那个力量很大了 所以你这一生能成就 苦一定要吃 所以诸位要记住 贪图眼前的一点享受 那我们将来要受无量的苦难 眼前这点苦难肯受呢 那你将来以后的大路 那古报不可思议 去修佛的人 去修佛的人 要有智慧 要有语言大的眼光 眼前这个几十年 算得了什么呢 想想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做的榜样 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 他把它舍掉 纵然出家 他父亲是过往 家庭是王族 可以护发了 为什么要日中一时 树下一修 天天就脱布 做给我们看 像这样才能成得了福 不是这样修 成就不了 这个用意很深很深的 成就不因为 我可以用心筒 我们做这个变化 你的变化 你 是 你的变化 是 使用 你可以用心筒 我可以用心筒 使用心筒 没有 歪 有 几次 是 不是 臆